我在日本留学然后工作一共有20多年 目前也是在日本和香港之间经常在走动 所以对于日本的医疗情况 我一直因为参与了日本的多家医院的临床 另外从事着中医的教育的工作 所以还是有不少的建门的 特别是有关于情绪病的治疗 特别是抑郁症方面 我有许多病例想在此同大家分享一下 说到抑郁症 它的发病率日本要高于香港 而且它的抑郁症的发病率也多于焦虑症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抑郁症发病率比较高呢 首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日本的美智子皇后 说能有持续的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 而日本的皇太子飞原本出身于外交官 非常的聪明美丽 但是高出不胜寒 进入到天皇家族之后 长期因为抑郁症无法履行公务 日本的抑郁症的多发呢 在日本他们自己的分析 往往同他们非常认真 讲求自律 做人的原则上呢 要讲求不给他人添麻烦 这样一种自律的原则非常强 同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是密切相关的 我在日本的精神科医院 以及日本的综合医院 或者一些专科医院工作的时候 遇到了许多具有抑郁倾向 或者明显的抑郁症状 或者已经被日本的医疗机构 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有这样一位50岁的主妇 名叫高桥的主妇 他呢最初实际上是因为想减肥 因为自己肥胖 来寻求中医的治疗 但是呢我通过问诊了解他 不仅肥胖 比起肥胖更重要的 他有明显的浮肿 特别是下肢的浮肿 问他这个腐肿肥胖的原因何在 实际上问到了他呢 连续多年 持续了将近十年 先后要看护自己的父亲 然后要看护自己的婆婆 两位老人卧病在床 然后呢日本的主妇 要在家履行看护的职责 实际上这呢 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 社会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在家庭看护中 许多主妇 因为心深的长期疲劳 出现抑郁症 这并不是这样一个病人的个案 有许多病人都有这样的特点 这样一位主妇 他通过问诊了解到 实际上他也是一直不开心 情绪低落 平时又运动不足 睡眠呢 也不足 而且睡眠也不好 所以呢 来寻求我 虽然目的最初是为了减肥 但是呢我根据他的腹肿 这个情绪低落 结合他的肥胖体质 和他长期以来的心深疲劳 终于诊断为肝气内郁 然后脾湿 内胜 这样一种肝脾不合的状态 因此就运用了 疏肝解育 健脾化湿的治疗方法 具体的方药呢 运用的叫做疏肝 具体的运用叫做 易肝散加沉皮半下 和林贵猪肝汤 两个方计的合方 病人服用了以后 马上腹肿减退了 心情也改善了 所以呢 他非常的喜出望外 体重当然也有减轻啊 非常的喜出望外 因此呢 每次笑呵呵的 变得笑呵呵的 来服用中药 病情呢也一天天好转了 实际上在日本的 抑郁症的病人中 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家庭护理 特别是日本目前的 护理倾向出现了 一个是主妇的 过重的负担 还有呢出现了一种状况 叫做老老相护 也就是高龄者护理 高龄的病人 许多患者本身已经七八十岁了 还要照顾他们自己的 这个比如说双亲 长寿老人九十岁 甚至超过一百岁 这样呢自身体力衰弱 实际上长期过劳就形成 抑郁 由此也形成一些 不仅自己自杀 还连同将自己的亲属 看护的病人也要杀害的 最终由抑郁走向 这个自毁 自弃的这样一种阶段的情况 这也是日本的一种 实有所闻的社会现象 那么第二个病例 我想说说呢 也是一个女性 稍微停顿一下 第二个案例在 可能在这边再接 好的 就是讲那个案例的时候 那个人的名字都不讲 好的好的 刚才那名字提就不合适是吧 对对 我们从第二个案例开始 好的好的 好下面我想介绍一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一位70岁的女性 这位女性是因为她家中的宠物 小狗 被她饲养了十多年 但是受归正寝 离她而去 也就是宠物狗死了 引起了这位老年妇人的抑郁 她来到这个诊所 痛哭流涕 她的儿女们告诉我说 这位老人自从宠物狗去世了之后 已经连续两个星期了 这个茶食不思 睡眠呢 也出现了障碍 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抑郁状态 每天是这个乙泪洗面 这样一种状态 她又不愿意去精神科去服用西药 那么呢 来寻求汉方 也就是我们说的中医的治疗 因此呢 我给她辩证了 病人呢 主要是属于 也是肝气内郁 但同时呢 也有明显的 心脾两细的症状 因此呢 按照中医的辩证 给她服用了柴壶梳干散 家用了龟脾汤 这样一个叫做心脾双补的方剂 能够疏干 然后也能够宁心安神 这样一个方剂服用之后 病人呢不久 心情就改善了 连续服药大概应该两个月 症状都解除了 改善的这个非常好 第三个病例呢 我想介绍一个女性 是40岁的女性 这个女性呢 她是一个胃癌术后 长期低热的病人 患者呢 在20多岁的时候 因为强烈的精神打击 发生了胃癌 由此呢 实行了胃大部的切除术 而术后以来呢 体力下降 导致低热持续 每天呢 体温在37度3到37度5之间 虽然发热不高 但是 这个低热呢 总是长期持续 特别是每年进入五月份以后 在整个夏季 它的低热更加明显 导致了体力下降 然后呢 食欲不振 情绪低落 长期以来呢 寻致了多家医疗机构 采取了多种方法的治疗 但是呢 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呢 她想试试看 来听说 一家医院呢 有这个中医治疗 因此呢 找到了我这里 而我看了这个病人之后呢 我跟病人解释 我说你的病 也可能从现代医学来说 可能它算是一种疑难病 但实际上在这个领域呢 我们中医呢 有比较多 比较丰富的经验 或许能帮你解决问题 病人将信将疑 我为她开了一副 我们中医认为是 干温除热的方剂 补中益气汤的变方 因为是夏季 给她服用的叫做 清暑益气汤 清暑热 还要补中气 由此来退热的方剂 这样的一个方剂呢 因为在日本有颗粒冲击 可以适用于医疗保险 服用之后 一个星期 病人就非常高兴地来找我了 说她 令她烦恼多年的 这样一个低热 服用一个星期 居然就减退了 恢复到正常体温了 而且食欲也有了 体力呢 也改善了 然后呢 我就告诉她 我说你可以继续服用 应该重要是有效的 她又服用了两个星期以后 包括情绪低落的症状 包括她这个 饮食量少的问题 都得到了完全的改善 病人呢 当时非常的感慨 也非常的痛悔 说我怎么就那么傻呢 我怎么就不知道 积极地尽早地去寻找 汉方中医的治疗呢 这样一个低热 导致了我十多年的痛苦 但是呢 服用中药以后 很快就解决了 所以呢 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所以她的 由于病 这个病的痛苦 是导致的抑郁 这样的情绪呢 也是一扫而光 在日本碰到多种多样的 这个抑郁的病人 当然不一定是抑郁症 也可能是抑郁状态 比如说我也曾经遇到一位 三十多岁的女性 实际上她的病名诊断 原本是思觉失调症 也就是以前所称的精神分裂症 长期服用抗精神药物 这样呢 病人出现有抑郁状态 病人以往曾经出现过 自杀的行为 因此呢 隔腕 她这个左侧的手臂啊 这个因为有疤痕 所以呢 我们的脉疹摸脉都摸不着 只能是摸她右侧的这个脉 来挣扎她的心神的状态 每天呢 她是闷闷不乐 这个心神是抑郁 同时呢 因为服药的副作用呢 还出现严重的便秘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病人 我查呢 病人实际上是舌红的 胎黄腻的 中医讲呢 这是属于一种叫做 肝精湿热 肝胆愈热的一种状态 因此呢 为她服用了 大柴虎汤 这样的中药 配合酸枣仁汤 来进行呢 倾泻肝火 然后呢 能够宁心安神 病人呢 服用我的这样一个方剂 服用之后 病情就可以改善 精神状态改善 便秘也可以改善 同时呢 睡眠也好转 所以呢 这个病人 服用我的这样一个方剂呢 已经好几年了 我虽然离开了 日本离开了 我曾经工作了 有一家 皮肤科为主的医院 17年我在那里工作 一直定期去 应邀呢 去 同日本的医生合作 诊查 各种各样的病人 包括大量的 新生病的 情绪病的病人 这样一位患者 我听说 直到最近 还是在坚持 服用我的药物 这样得以 他能够呢 减轻一些 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 另外呢 能够缓解他的抑郁 和便秘的状态 这是呢 我想向大家介绍的 几个 日本的 抑郁的 病人的 中医药治疗的例子 不知道这一节 这样讲 可以吗 很好 好 刚才我谈了一下 抑郁的日本 下面呢 我想谈一下 焦虑的香港 日本的抑郁症的发病率呢 要高于焦虑症 而日本的抑郁症的发病率呢 也高于香港 有数据表明呢 香港的焦虑症的发病率 要高于抑郁症 而香港的 焦虑症的发病率呢 也高于日本 所以呢 我来到香港呢 不满四年 但是却有一个 突出的印象 特别是也同我 目前在门诊接触到的 病人 香港病人呢 相关 也就是我感觉到呢 香港的焦虑症 患者 相当的多 那么 包括学生有学生的焦虑 老人有老人的不安 而工作年龄的中青年们 他们的工作的压力 或者说紧张冲动 我的感觉是 比日本还有过之 无不及 为什么香港的焦虑 正如此常见 我感觉 我感觉或许也同香港的气候 和地域环境相关 比如说香港是一个压热带 一年的一半以上是夏季 这样呢 同日本的大部分地区相比 香港呢 出于炎热气候的 这样的时间呢 就比较长 这样呢 就是说冬天 我们知道容易出现 这个抑郁 特别是在北欧 季节性的抑郁症 那就容易发病 而香港呢 炎热时间比较长 所以呢 由此这样一个地域环境 加上拥挤的空间和人口 密集的人口 这些或许都同焦虑 这个相关 我想提示几个具体的焦虑的病例 来说明一下 有关于中医药的治疗 我在临床中接触了大量的患者之中呢 有这样一位女性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岁的一位女性 体格呢 稍稍偏胖 她的主宿呢 就是经常在拥挤的人群 特别是拥挤的车厢中 出现惊恐发作 突然出现心慌 失控 感觉自己似乎就要死了 由此呢 发生这个恐慌感 因此呢 还平时也常常出现心悸心慌 汗出的症状 夜晚睡眠也不好 为此呢 也寻致了多方的诊疗 感觉效果不好 因此呢 又来寻求中医的治疗 对于这样一位病人 我呢 首先 再明确 他应该基本上属于一个急性的焦虑的 恐慌发作 这样一个类型的基础上 按照中医的辩证 属于肝欲化火 肝气内欲 而化火化热的 这样一种病症 而选用中医药为主 并且配合针灸 所谓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方法的基础 基础之上 同时也配合了一些简易的心理疗法 也就是说中医的疏导疗法 向病人解释这样一个病情 共同分析他的病因 调整他的心态 以及他平时 比如说入睡过晚 睡眠不足等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这样呢 每次耐心地同病人进行交流 每次都为病人在药物针灸治疗 至上加以语言的疏导 病人的病情逐渐就出现了好着 出现了安定 恐慌的发作呢 这个很快就减少了 最后呢 坚持了三个月 以至于将近半年的治疗吧 基本上他的恐慌发作都完全消失了 身体呢 长期以来 一直呢 容易出现的心慌 还有腐胀的症状 最终 也都基本消失 这样一个病人 他由于坚持了治疗 认真的服用了中药 坚持了针灸的治疗 同时呢 也调整自己的心态 所以呢 就取得了相对满意的疗效 另外呢 一位病人 是二十多岁 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位男青年 他呢 来我这里寻求治疗呢 是由于大学虽然勉强毕业了 但是由于在学期间呢 反复出现惊恐发作 就不敢到热闹的拥挤的地方去 一看到人多 一看到这个拥挤的环境 他就会发生恐慌 失控 然后发生明显的 这个心悸的症状 而且呢 出现走路不稳 特别是左腿 出现这个不稳的症状 由此呢 学业呢 虽然勉强地完成了 但是毕业以后却无法外出工作 所以呢 只能够在家里 帮助他父亲的这个企业 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病人到我这里呢 是由他的母亲领来的 然后呢 我为他进行诊断 这属于中医的经济之症 经是受精 受精 精恐 剂呢 是心剂心慌 这是病人的临床表现的基本的特点 但是呢 病人呢 又常常伴有头痛和左腿走路不稳 经过了神经科的检查 做过头部的检查 却排除了气质性的病变 这样呢 考虑他的左腿行路不稳呢 也是同他的心音紧张 密切相关的症状呢 对这样一种 对这样一个焦虑的病人 我也采用了中医药配合针灸 加以语言疏导 并让病人呢 做简单的气功锻炼 特别是调整呼吸的 这样的锻炼呢 来纠正他的病情 病情呢 也是很快得到了好转 这个病人也是在我这里 治疗了将近三个月 症状呢 几乎都完全消失了 所以呢 非常满意的呢 就结束了治疗 第三个病例 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位中学生 这位中学生呢 非常的有特点 一进到诊室呢 就是声音很高 话语 话语不休 喋喋不休的话语 他总要诉说他全身 从头到脚的多种多样的症状 他是由于痛感自己呢 上课精神不集中 记忆力也减退 而且呢 时常出现恍惚的症状 并且呢 自己非常的焦虑 作恶不安 身体呢 多汗 这样一些症状呢 由他的母亲来领到 我这里寻求中医的治疗 那我们中医来看呢 也是一种明显的 广泛性的 焦虑的这样一个患者 属于心肝火旺的病人 因此呢 我对他也是 运用语言 中药 针灸 综合的治疗的方法 新生病治 采用了柴湖加龙骨牡蛎汤 这样一种 一千八百多年 出自于伤寒杂病论的 至今长期以来 应用于多种精神心理疾病 或者说新生病治疗的一张名方 为他进行的治疗 到目前为止 病情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 首先呢 他的多汗的症状改善了 另外精神情绪呢 也是比最初平稳了许多 这个病人 他呢 因为精神不安 所以呢 有伴有强烈的疑病症 所以疑病症的 总是怀疑自己 身体的不舒服 同重大的疾病相关 如果说肝去不舒服 就怀疑自己是生了肝癌 这个下腹部不舒服 又怀疑自己 是不是得了肠癌 这样的疑虑呢 每次我都要 给他进行心理疏导 能够改善他的情绪 消解他的恐慌 这样呢 病人呢 通过反复几次的治疗 中药配合针灸之后呢 目前症状在不断地改善之中 因为我来到香港这几年呢 看到这个香港的不同行业的人们 比如说坐香港的大巴也好 小巴也好 司机开车往往是急吼吼的 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商业界的餐馆 商场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 同我们邻近的澳门相比较呢 也往往显得比较急躁 所以我觉得呢 香港的目前的社会特点 是比较的焦躁的 因此呢 比较起抑郁的日本 可以说存在着一个焦虑的香港 感谢观看